赵露丝饰演直白爽快的白风熙 与杨阳出演的风蓝熙 机缘巧合之下相识后 两人时常合体在江湖上 行侠仗义 为黎明百姓谋福利 侠干义胆的两人 奠定了扎实的民意基础 特别是白风熙 一手创办的凤云旗 当风亡时 就时常除强服弱 又因性格潇洒之帅 没有风蓝熙那么多算计 就更得民心 一开始风蓝熙对白风熙并不是真爱 只是想利用凤云旗的力量 想要得到一统天下 虽然出身贵族 但王室的战争都是明争暗斗 想要保住性命 就要断七情六欲 所以与白风熙的爱情 一开始是存在欺骗的成分 但就因为白风熙深爱风蓝熙 就会为她付出一切 虽然婚后两人时常闹矛盾 风蓝熙也不懂得珍惜白风熙 直到一场大战后 黑风熙才意识到自己的真心 最后围救爱人也散尽自己的修为 最后两人放下世俗的纷纷扰扰 退隐江湖 一切携手并肩有力 全篇很经典一幕 白风熙嫌弃 黑风熙是老狐狸这幕 连看十次都不够 太逗了 对此期待这部剧播出吗 欢迎留言评论 本集 看着这个转发 欢迎订阅 不收放 不过 我看见 怎么 哄 别